立法院院長的選舉在昨天的時候落幕了 現在是由韓國瑜確定當選 那另外值得議題的時候 很多網友可能就會非常好奇 立法院長他的薪水是多少呢 那我們這邊就幫大家曝光一下 讓我們一起來看到這張圖表喔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立法院長他的月薪是32萬元 所以他的年薪呢等於是432萬元 那還有年終獎金是1.5個月 另外呢每個月還有特別費用是7萬9千100元 所以整體來說是還不錯啦 不知道網友們怎麼看呢 也都歡迎可以在底下跟我們留言來做討論 是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喔 那韓國瑜呢他是以54票來當選立法院長 這也是國民黨魁為8年又再次奪回了立院龍頭寶座 不過呢昨天韓國瑜知道自己當選的時候 可能太開心了 所以呢他是立刻跑出去這個議場 然後去受訪遲遲沒有回來 所以呢讓主席柯建明是呼喊說 請韓國瑜院長趕快來領當選證書 韓院長趕快進來喔 讓你當選證書不要是吧 那他用記得喔 立法院臨時主席柯建明準備頒發立法院長當選證書給韓國瑜 沒想到韓國瑜卻跑出議場遲遲沒有回來 讓柯建明無奈直喊有勇氣的 我現在頒當選證書 可以拍手了 謝謝 柯建明在台上等了兩分鐘 韓國瑜終於回來了 兩人面帶微笑的握手 柯建明還排排韓國瑜的肩膀 並親手將當選證書頒給韓國瑜 不過選舉之前柯建明就多次向民眾黨喊話 不要保送韓國瑜 他可能投自己嘛 那就保送韓國瑜 這很清楚嘛 那就行瀉一氣嘛 共同沉淪嘛 如今韓國瑜不僅當選立法院長 柯建明還親自頒發證書給他 似乎也形成了強烈對比 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 接下來立院秘書長人選是備受關注 有藍營立委點出有兩個人呼聲最高 分別是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還有前資深立委費鴻太 韓國瑜昨天被問到秘書長人選 韓國瑜表示 有思考過但目前還沒有面談 一定會選擇一位可以調和圓滿處理願務 思維還要能超越黨派 讓所有委員一團和氣的人選 根據報導 國民黨立委賴世保認為 立院秘書長因為必須要熟悉國會事務運作 所以最好是擔任過立委職務的費鴻太 或是臺北市副市長李四川都是最好人選 雖然李四川沒有國會經驗 但在雙北高雄擔任副市長都跟在地議員互動良好 調和能力備受肯定 另外國民黨內也有人認為 剛卸任的立委李德維是一個人選 李德維雖然僅有一屆的立委經驗 但是人脈很廣 身段柔軟 而且跟藍綠都有交情 現在立法院的政府院長已經確定韓國瑜 以及江啟臣確定當選 但是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吳子嘉就認為 韓國瑜在他的得勝感言裡面 隻字未體民眾黨 是因為心有親戚焉覺得被火擺一道嗎 韓國瑜當選立法院第11屆院長 事後他在臉書發問表示 從來沒有忘記四年前有多少人將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也記得自己說過 莫忘世上苦人多 未來他會務求義士中立 捍衛國會尊援 包容不同的民意 並和副院長江啟臣一起努力 健全建立全民責任以及永續的新國會 而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 二月一日在政論節目中提到 立法院政府院長的選舉 民眾黨鬧了半天 就是不斷出丑 想要耍老大 展現自己是台灣的新興勢力 接著主持人劉寶傑畫風一轉 只稱民眾黨嘴巴講一套 私底下則是另外一套 難怪韓國瑜在得勝感染裡面 一個字都沒有提到民眾黨 吳子嘉說韓國瑜應該心有戚戚焉 他有感受 搞了半天 落得一個機關算盡的結果被火擺一道 政治有這種玩法嗎 那麼立法院的政府院長選舉在昨天可以說是已經正式落幕了嗎 不過呢民眾黨事後卻指控有民進黨人士聯繫柯文哲 並且呢願意並且的表達 願意支持立委黃珊珊來參選院長 不過呢他們希望可以爭取民眾黨在副 民眾黨在副院長選舉時可以支持立委蔡其昌 那對此呢民進黨發言人吳詹他就駁斥喔 他說明明呢就是柯文哲自己先打電話給綠營的一位一屆大佬 不過呢民眾黨團不接受 那民進黨同樣也不接受 那對於這樣的說法 柯文哲今天早上可以說是氣炸了 炮轟民進黨 滿嘴謊言實在受不了 下午就要告民進黨 這種滿嘴謊言的證 我真的受不了了 這燈子下午就下午什麼都要去告他人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今天上午氣炸怒轟民進黨 因為昨日才剛落幕的立法院政府院長選舉 先前就穿出綠白響橋黃珊珊搭配蔡其昌 民進黨更說是柯文哲主動打電話給綠營大佬 民眾黨在臉書指控表示有民進黨人士 透過管道聯繫黨主席柯文哲 表達願意支持民眾黨立委黃珊珊參選院長 並且爭取民眾黨在副院長選舉支持民進黨立委 蔡其昌而非柯文哲主動聯繫 緊接著民進黨發言人吳針在臉書駁斥道 民眾黨話只說一半 他表示事實是柯文哲主動打電話給綠營一位一屆大佬 表達希望民進黨支持黃珊珊擔任院長 副院長可以無條件支持民進黨所推出的人選 但是民進黨團只接受院長支持游錫坤 副院長可以讓民眾黨推薦 所以最後民進黨並沒有答應 不是 是你打電話叫他打電話 如今柯文哲怒火中燒甚至揚言提告 綠白雙方各說各話 在還沒了解事情的全貌前 只能物理看花了 民進黨和民眾黨互指示對方來喬 對此柯文哲表示在投票的前一天下午的時候 民進黨的各路人馬都來找他 甚至還要他回電 投票前一天下午 終於民進黨各路人馬都開始來找我們 甚至有的人就說怎麼叫我們要回電 基於什麼異界大佬我們當然是回電 但是我都跟他講說 我們需要內部討論一下 所以我們在投票前一天晚上10點 還緊急開這個線上會議 所以我結論我是很清楚的 還用寫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們要支持黃山上 我們當然是歡迎 但是我們不能說交換 所以那個副院長我們還是不投心潮流 故事就是這樣 那這個人是誰 我是還沒有現在沒有想要抖出來 不過是這樣啦 我也勸民進黨 不要每天在那裡謊話 大家好來好去 你要每天這樣鬼扯 就算全部講出來